OLED门口广场出现长长人龙 民众望眼欲穿 就等11点OLED开门 有民众推登机箱 直接搭高铁冲一波 还有妈妈带着穿 日本御衣的女儿来朝圣 另一边也很夸张 10点多 等着进停车场的车辆也大排长龙 搞不清楚状况的 直接被保全挥手示意 还没开放 有些人哭坐在车上太闷了 下车活动筋骨 但营宴时间一到 卖场大批人潮涌入 原本还乖乖扫石帘制 给工作人员检查 但有些人争先恐后 最后变成大家先进来再说 人一多爆满石帘制也不看了 228三铁廉价开始 民众长鲜来体验台南新开幕 Outlet mode 却也发现不少顾客把车违规 停在路边曹化线上 难道是距离门口比较近 先停一下 知道我连停我在等人 新开幕的日山Outlet市营运期间 平日吸引来两万人潮 假日三万人 一周估计近十六万人起爆 这次开幕巧遇228连假 但人潮似乎比预期还多 无法维持周边秩序 也让新开幕期间出现零星乱象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בר�